才3650了 我的码这么便宜啊 嗯 平常那些贵的离谱的高端机 在华夏美批发市场到底有多便宜呢 下面介绍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是14不麦克斯 橙色没有磕碰 新闻的使用能力 这多钱 76 7600啊 现在14系列的都掉价了 苹果的系列都掉价了 之前的话拿货还有8000 现在拿货只要7600 没有 而且这个是256级国航的 真小啊 这个华为卖车50 8000 吧 这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跟40的话质感要好一些 而且这个纸质也比较好看 这多年 才3650了 我的码这么便宜啊 我比较突出 还给你推4加256 三天都感觉这个 看上去挺滑上的 黑色还是白色 中心的这个 这多少钱 395 这不是YouTour对吧 不是 拉虾的 它这个屏幕显示效果真的非常细腻 这个是华为卖的X2 典藏版 十二加五百一次的 外观橙色的话是一个冲心的橙色 这多少钱 一万二 七零九千的芯片 十二加五一二 这是最臭一款折叠屏的麒麟芯片 它的屏占比也比较合适 不像那个小米一代 像个遥控器一样 中心的 十二加五一万 多少钱 七将六 七千 才七千六 六价 这个比华为那个要划算 这个是不那个是 就大折叠四代 这也中心的 看起来窄更长 华为卖的四零二S 保持节八加五六啊 超直白的 这个多少钱 四零保持节八加五六七零九千的芯片 十一多少钱 四百块 它还接受不了 这能卖吗 这能挣钱吗 一模一样的东西 哈哈哈哈 这里 能现 这个一家子 一 这个一家a4 e4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网上的model三跟modelw 这不一模一样的 怎么这也能赚钱 这个315吧 这个呢 一个2.5一个315 差一千块钱 它这个后玻璃 你看 这个像玉一样 像那个河天玉一样 有感觉看到没有 非常高端 1700是吧 这x80天玑9000的芯片8加28G的 橙色 这个橙色也是一个准心的橙色 像这个保护代表好 后面是皮的 真香 最后像这种骨折架的高端机 你觉得香不香呢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